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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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上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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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你 可疲惧的心 那么着急 答应你 我依然 但相听 他翻山远离 这首歌 而且还会听那个CD 然后我就 虽然我以前可能不会问 但是我现在的我敢问 我就跟他说 你快告诉我 整张专辑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首 他说他喜欢我在你家楼下等你 他最喜欢这首歌 因为他是一个平常很男生的 很男孩子气的一个女生 然后很大胆 很什么 可是他文字又很特别 所以我很想知道 如果是他 他会喜欢哪一首 他说很真实 这首歌 因为他他觉得这个歌 他觉得这个歌挺适合配词 他觉得这个歌挺适合配词 对 他就是很快就直接给我 这个是振兴自己的一个 应该是很简单的录音的版本 跟着你 散步到艰辛 确实蛮不一样的 对啊 这条路 没从前拥挤 习惯性 不敢牵你 手心 可疲惫的心 那么着急 梦见你 终究要离去 所以我觉得啊 制作这个手艺是怎么回事 你把一个这样的材料 词曲它都很好 它有振兴自己对这个歌的 想象的画面跟颜色 还有它自己的诠释 它的口气 但交给了配词来唱 你就会用你的角色放进去 然后交给了剑琪去制作 它就会让这首歌呈现 它心目中你觉得 另外一种不同的光线跟温度 对 而且其实这首歌的歌词 我觉得其实 就是令我完美的 就是 之前一收到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 本来我就很喜欢嘛 就是 就像葛大讲的 这首歌是一来 葛大问我喜不喜欢 我说我喜欢耶 很难得 很难得是吧 直接的 我想要这首歌这样 然后 再来就是歌 你要去 把 如何把你自己放进那首歌里嘛 然后 其实我一直到 正式要去录音之前 我都一直觉得 这首歌的 不管是demo的感觉 或者是 这么直白的 我在你家楼下等 都让我回想起我的学生时代 就等来等去嘛 就是那种 我会觉得那是青春的味道 那一直到正式录音前两天 我就想说那要再 那要再整理一下 就突然发现 不太对 就是 跟着你散步到街心 习惯性不敢牵你手心 为什么习惯性 这两个是不是在一起 然后分开过啊 就是类似这种问题 有些线索 对 就突然在那个时候 我被highlight 然后那个 我就 录音的那一天 因为我没有 建琪老师联络方式 我好像有问格大 我忘记了 然后我就直接当场 建琪老师 你觉得这首歌里面的人 那我没有在一起过啊 为什么觉得好像 有没有问 对 你问建琪 我问建琪老师 你问建琪 然后后来他说 好 他也来那个 看一下下这样 然后我们就决定 其实是以一个 两个人在一起过 OK 但出于一种 你还没完全放下的 那个不舍 后来我在 君豪 君豪哥那边 就是刚好 郑星那天在录音 刚好 郑星在场 你还可以问他本人 他没唱 就是反正 那个公司人 就跟我说 郑星在君豪那边 那我的工作是 我是下一个工作 也要用那个 君豪的录音室 我就看到他本人 然后 你们之前见过吗 之前没有聊过 完全没有 见都没见过 没有没有 你直接上去说 这首歌到底 这两个人有没有在一起过 我就很嗨 我说你好你好 谢谢你的歌 这样 然后我就后来 我就问他说 你可以告诉我 这两个人 到底有没有在一起过吗 OK 然后他就听到 我讲我的疑问的 那个过程 他的眼神就从 就是我怎么会有这个问题 到他听完我讲 就是是认同的 就是其实是有啦 然后他就告诉我了 这就是主角的情感状态 OK 就跟我们想的很像 哦 所以他怎么跟你说 这个故事的 就是也是一段描述学生时代 但是呢 其实两个人面临 可能一个必然的分开 了解 可能要变远距离 一个要去外地读书之类的 是 那一方 要去外地的那一方 他就觉得 不就分开吗 要不然要什么结论 那另外一个就觉得 蛤 我们这么多年感情就这样吗 哦 对 哦 就觉得哇 OK 就是 有 击重那个 他要表达的事情 哦 了解 所以其实你的那个 第一个 点燃你心中疑问的 那个 那个细节是非常重要的 它打开了你对这个故事的理解 如果我唱的是 两个没有在一起的人 完全不会是这样子 是啊 会完全不一样 你会选择用一种 更学生青春味道的方式 对 对 好 这个我觉得跟 搞不好跟演员读本的训练都有关系哦 有 哦 有 我觉得有 是 因为佩慈在不同的访问有提到说 当初会去演戏 有那么几几 心里有几分 不是那么得已 因为唱片业实在太不OK了 就是太不景气了 市场萎缩 唱片又不卖 心里很想唱歌 但是总得有事做 所以就 哦 应该是说 开始演戏的 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动机 的确是觉得 那时候经纪公司的老板跟我说 一些我的师兄师姐啊 他们也是又唱又演的 是 那他告诉我说演戏是可以跟唱歌产生连结的 于是我就觉得那 因为我这人个性也是 像 比如说我在跟葛大沟通 因为我之 我自己有自己觉得的好听跟 就我有我的喜好 所以我就会犹豫 我就会 反正就是摇摆 可是演戏我没演过 嗯 我就会说 我就他当他可以满足我想要达成的目标的时候 嗯 那你不知道害怕 所以我就说 哦好 那就去演 哦 那真的演了之后才发现 嗯 就是演戏怎么那么难 然后那个到中间一度就是 其实演了那七年就是靠着 我不想要放弃 能够达到 离唱歌更近的这个目标 哦 我放不了 哦 中间也会一度觉得 演到第五年的时候就觉得 嗯 这一期是不是在开玩笑 我是不是发不了片 我是不是唱不到歌 但其实在那段时间 你作为演员的身份是很受欢迎的 就是在某一终极系列里面 对对对对 但是 当然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是 嗯 演员让我的细腻跟敏感 嗯 合理了 哦 就我可能不一定在别的生活里面 我不一定在别的区块 这些特质能够那么被接纳 哦 可是当我当一个演员的时候 嗯 那是我的诠释 嗯 那是我的感受产生出来的 嗯 我觉得某种程度 它是我的一个出口 嗯 跟我越演越觉得 其实演戏让我更认识自己 嗯 那歌手是让我 嗯 爱 一个是认识自己 嗯 那你更多认识自己之后 你就更懂得 怎么跟自己相处 怎么爱自己 嗯 我觉得那是一个 相辅相成跟进化的过程 OK 嗯 一面更加的认识自己 另外一边 在你回到歌手身份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你更认识的这个自己 原原本本的 对 放出来 而且是要大声宣告说 嗯 啊喽 这就是我哟 嗯 就是勇敢的接受自己吧 某种程度 是 演员 演员有的时候必须是一个容器 你要听导演的 你要服务这个戏 你要服务导演 你要服务这个剧本 有时候你要服务观众 对 但是作为歌手 你必须服务自己 对 嗯 就 最近这段时间在又宣传戏 又宣传那个唱片 嗯 嗯 还蛮错乱的 但是 都蛮好的 我觉得在明之音这张专辑里面 不论是录音过程 嗯 不论是跟新的公司 嗯 新的共事的伙伴们 嗯 老师们合作 嗯 我觉得他们都给我 讲这样是有点管强的 是那个养分真的是 嗯 你会觉得 是知音 哦 你会觉得真的是老师 嗯 可是是没有 没有 没有人在 硬要你成为什么样子 嗯 所以 在这十首课里面 我可以 借由他们的提醒跟帮助 嗯 我长出了一些 我以前可能不太敢呈现的样子 哦 那我很喜欢 嗯 所以 对啊 来到第三张专辑 一切水到渠成是最好的时候 碰到了对的人 然后你的状态也还 就是到你可以有主见 对 比较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 偶尔的摇摆也是必须的 对 好像这个过程 从前面的歌 像葛道说 我还会摇摆 然后到后面 可能自己写的歌也比较 真的有种 他们 帮助我稍微 给更成长的感觉 嗯 这是最好的状态 我们现在背景 听到这首歌叫 怎么能这样 就是专辑另外一首歌 大家我也写词 然后作曲员是 陈宁儿跟陈君豪 这个 看到这个名单就觉得 这个歌必然有什么故事 可以说 这个歌其实 那时候也是 因为我们一开始 就锁定君豪 做大部分的歌嘛 那 也有跟他讲说 你就写写歌 然后或者说 你可以跟一些 很不错的创作人籍合作 就是总比说我们只是去 在广大的demo里面 去找歌来讲 这样也许是一个 更良心的去 去做设定 制作人直接进来写 对对对 或者说你找人写 这样 然后他就跟悠悠一起写 这样 那这个对我来讲 是一个后座力 好像很强的歌 因为我收到这个歌的时候 我觉得很好听 然后老板说 超好听 然后 但我一直 没有觉得他是主打歌 我一直觉得 他就是一个温温的歌 这样 那 那一直到写完 到唱完 我就觉得说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舒服的 有一个存在感的歌 但是我没有想到 他就是一个主打歌 那 我在写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 已经开始录了两三首 那我记得 我在录音室的时候 我有跟佩子讲说 我以前听他的歌 都是比较直白跟直接的 我不知道他其实声音 有很多的变化跟细腻 我不知道他去哪里学唱歌 或是说他有什么样的进步 其实他蛮会唱的 所以我 然后那个时候 老板跟我说 他跟老板讲说 我怎么都不帮他写 因为那时候收到的歌 我应该只是问句吧 对对对 那个问句老板就来说 你怎么都不写 我说 因为目前收到的歌 是词曲已经完整的啊 然后 然后我已经有想好说 我要写什么了 因为这个歌其实收了 但是我都还没有动歌词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要开始动笔的时候 我就想说 其实他的声音 既然有那么多可能性 其实他是一个好的演员 他在歌唱上面 应该也能够把 演员的那些养分 用在 讲一个音乐的故事 声音的故事 所以在这个歌下笔的时候 我其实就是用一个 比较情境式的 就是它就像一个剧 像一个故事 对镜头画面很清楚 是 所以 佩慈你后来终于得到 葛大写的词了 我应该是跟老板说 老板那个 我会有机会唱到 葛大写的词吗 对对 他是这样子 然后老板再来问我说 你怎么都没有写 然后我就说有 只是 我还在想 因为那个时候 刚开始做两三首 所以我也要抓一下说 他的性格 跟我要 讲什么 葛大冠说 佩慈可以用 演员的训练 进入情境 进入角色 呈现画面 那首歌真的是 很可怕的一首 很可怕的一首歌 这个可怕是 我没有谈过 超过五年以上的恋爱 可是其实 就是 像 我最近在跑一些通稿 娃娃 魏如轩 他跑爱这首歌 他超爱这首歌 然后我前段去上那个 朱姐朱卫英的 是是 他也说这首歌的歌词 写得太好了 然后 娃娃那时候 他只是跟我say hello 那他就要去他工作之前 他就跟我说 当然是他个性很可爱 但是他就说 哎呦没有结婚的人 不会懂啦 娃娃有成訊 你跟我讲 我能听我说 这不是太好听 我说哦谢谢 他说 没有结婚的人不会懂 然后我那首信 就说 呃 是他说 我我我应该就是 要更唱出 没有唱出那更深層的意思吗 还是什么 但是anyway 我觉得 我说的可怕是 如果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哦 就是这么亲密的人 经营成如此陌生 我觉得很可怕 就绝对不会是 我想到达的状态 是 是 所以你要 好 因为你没有谈到 那么 你没有把感情谈到 这么搞目死灰的状态 所以 对 所以你要去揣摩那个心情 唱的时候也不能太过犹不及 对不对 呃 对 嗯 就是这首歌蛮特别的是 其实你要把它唱得很痛很容易 嗯 可是因为呃 我那个时候 其实我在练这首歌的时候 我的画面一直都是我一个人 哦 那因为我 其实在录章专辑的时候 还有同时在上 上唱歌课 哦 但是这次的唱歌课的目的 其实是 我想要更了解人体 嗯 的那个关于声音的构造 嗯 原理等等 嗯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是 在德国学声乐的老师 哦 就是比较学理派的 是 那 但是 很特别的是 他在 跟我一起听这首歌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他的画面是两个人 哦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 嗯 不是奇怪 就是奇妙 嗯 每一个人对 同一首歌的想象跟画面 真的不一样 嗯 或许他的人生经历 他有小孩了 嗯 那 他会觉得其实 画面如果是两个人 那个辛酸的对比 更强烈 嗯 所以后来 其实这首歌 我也藉由这些不同的看见 嗯 然后 呃 去产生一个 但有个很大的重点 嗯 我的画面不是停滞的 嗯 他是一直在流动的 哦 否则真的会太痛 就是太 太理所当然的 掉在那个黑暗的 嗯 难受里吧 嗯 但是 最后我听完 陈平均豪选择的这些 其实是我觉得 就那么刚刚好 嗯 因为他也结婚了 对 也有小孩了 对啊 真的是 蛮难的 很难很难 哎 这都要怪歌 大家写出这么狠的歌词 其实这个歌 我写超 大概也是半天或一天的时间 其实大概就知道要写什么 哦 那我自己 写完我才觉得说 哦他好像 不难2.0 就是徐佳穎的不难 他也是一个因为时间 只是 啦啦的性格可能会 他还是要表现出一个理性跟一路一样 但是我觉得配词的话 他会有一些疑问 嗯 他会去想要问 他会想要去努力 他会想要去辩解也好 嗯 那个也是他的性格使然 所以我觉得好像两个是类似的故事 认识在不同的平行时空 哦 嗯 嗯 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怎么能这样 很重要的一首作品 多么吵杂 唯有我们 比旁人优雅 陌生的优雅 这首歌 热情终究会消失吧 也很怀念 谁情虚幻 想我从此 不痛不痒 我们的爱情 怎么能这样 谁在一起 却像邻居 大家好 我是Joanne爸爸 你现在收听的是 Alianne 96.3 原著民族广播电台 你分享 Alianne 96.3 耳朵 耳朵借我 马世芳 制作 主持 今天和我回家 我最亲爱的朋友 窗外已被不觉 没什么不能爱 oh yeah 让外套 偶尔都翻过来 没什么不能爱 身体都不定是会 晚上内厢 更加厉惑自己住 重复断发 豢扬那一种宠物 每一件谁和谁都可能加入 不能加入 oh baby baby 跟你痛狂 闪到发光 上过所有手机荧幕 我要爱 就爱 别忘心想 oh baby 要爱到世界都翻过来 要快乐到身体不定是会 没什么不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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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baby 要爱到不必对谁交代 要缺越到灵魂都激起来 没什么不能爱 没什么不能爱 为什么不能爱 oh baby 没什么不能爱 oh yeah 要爱到 whole world 都翻过来 没什么不能爱 身体都不定是会 这边那边 像安静或爱忙碌 开着走路 喜欢读那一本书 没有意见 谁和谁都可能解除 可能解除 oh baby baby 跟你痛狂 闪到发光 粉 kan 这个像是黄 ach多的 一样的发光 读那一般的ilate 有什么不能爱 有什么不能爱 Baby 要爱都不必对谁交代 要缺越到灵魂都记起来 有什么不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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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要爱到世界都翻过来 要快乐到身体不停使唤 没什么不能爱 有什么不能爱 有什么不能爱 Baby Baby 不必对谁交代 要缺越到灵魂都记起来 有什么不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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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没什么不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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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曾佩茨的这张 刚刚发行的新专辑 米之音 欢迎回到FM96.3 阿里昂原住民族广播电台 耳朵借我节目 我是马世芳 这个节目在 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二 晚上六点到八点播出 今天曾佩茨 还有这张专辑的同筹制作 葛大卫都在我们的现场 好 我们在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听了很多都是抒情歌 放到这首歌就忽然发现 我是不是走错棚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曲风为之一变 而且又是葛大卫写的歌词 所以我们最后一首做的歌 对不对 好像是最后一首 所以就最后我觉得 因为他之前 从以前的歌到这张的部分的歌 其实他都是一个平行的 在对你讲 或者说我的经历跟你讲 但是我觉得好像应该拉高一点那个高度 就是既然你要是一个女王的话 或是说你是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去看感情这件事 而不是又是讲一个小情小爱 所以我就 其实这个歌收的时候 我就蛮确定说他可以做得到 那写这个歌词的时候我就希望 他简单 然后他就是宏观 然后其实我有放一些 小彩蛋在里面 他自己也不知道 是我发片之后我才讲的 小彩蛋 我都在讲好了 就比如说像 对你们这边那边想安静或爱忙碌 还有一个雀跃到灵魂都记起来 其实就是把他的角色跟剧名放进去 因为应思月的店叫小雀跃 然后我八月底上的一个信息叫 你那边怎样我这边OK 是 所以其实就是把一些小趣味弄进去 可能歌迷或是熟他的人 就会知道一个小安排这样 所以你唱的时候有发现吗 没有 我以为他会发现 他应该会觉得好贴心 因为太合理了 就是他就是在 我说的合理是 你不会觉得 对 他没有那么故意嘛 对 前后人看起来蛮合理的嘛 对 那一讲就哇真的耶 你发现之后我才讲 他就哦对 你不是应该知道这件事吗 然后刚刚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就有 我就问他说演唱会最 就是专辑最难唱的歌是什么 我以为他会讲这一个 其实我本来要讲这个 但是因为你跟我说如果想到演唱会现场要唱会倒抽一口气的 哦 那就会偏向慢歌 哦 但是没什么不能爱这首我真的是 本来我第一直觉是要讲出这首的最难 就是最让我觉得 啊 就很难 很难唱 难是难在哪里 这首歌 难在他的弹性 难在他要像一 他的态度跟 就是我 就是我没有尝试过的 你要调一点 甚至是 律动 我私下个性我也不会想要去领导别人或者是他就是那种比较我不好意思当的那种状态 不好意思 还有声音啦 这首歌这首歌从 嗯 要他听然后要他就是要决定要不要收 一直到做 嗯 然后 每一次他都说我觉得很好听很棒 但是我 哇 我可以吗 或者什么 对 然后一直到只有这首歌到录的前一天半夜 是 他跟我说我怕我明天不知道该怎么唱 哦 然后 我的那个AMR的本心就出来我就回他说我觉得你一定做得到 那我在录音室里面陪你跳 对啊 因为我想说就是他们都是这样就是没有自信心给他一点自信心 但是我当然死不会跟你跳啊 但是问题是我会 因为我知道你做得到但是我要跨跨到那个地方去做到了这就是你的这样子 OK 这首歌是宇宙人FunkQ跟Micky米其林一起作曲啊 他们当然就是玩这种律动的带点电的舞曲风格特别厉害 对 然后制作人是STARCHAN 陈兴翰还有对 证人好 他们也是处理这个曲风已经是Master的等级了 所以他必须要让你的身体马上就有反应要跳得起来 所以你要切换角色状态对不对 有点像是对有点像演戏你要穿一个你以前不习惯穿的衣服 我卡很久哦 超卡的 超卡的 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我喜欢的音乐 可是我不知道我进不进得去 如果是我来唱 了解 我觉得自己先把自己降一个 降一个level还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在录音室里面STARCHAN 老师他的 他要的东西他就他非常知道他要什么 那当我接受到很多 也不能说指令啦建议吧 声音的样子声音的变化 我有些我真的做不出来的时候 应该是说我做得出来可是可能会把嗓子 用的不对的方式的话嗓子会受伤的一些唱法 是 我觉得唱到最后我很慌 然后就觉得我打电话给我唱歌是啥 哭救兵啦 真的救命啊 对这首歌在录的时候是这样 但是这首歌录完甚至是成品出来之后 我就发现不行 我我以后一定要再再做类似的尝试 要做这类似的 而且会有更多想法 觉得你现在可以唱得更好 我觉得对就好像跨过去之后 跨过去之后 跨过去之后 你就会知道啊原来就这么一回事而已啊 就去try就像演戏 是啊是啊最后成果是很合理的啊 听起来没有KK的啊 就我我其实很喜欢那个男生的那个 talkbox 对 画龙点睛 那个是史晶啊 就是他是跟那个吕士烜啊 还有张武啊 一起做一个嘻哈团伙叫维法 太感谢他了 他玩这个啊 这个确实蛮抢戏的 那一不想 我觉得一不想用我就是变成是 其实是他在唱出旋律 也不错啦 我我刚在看那个第一次开会的笔记 我要自己写这个不是他讲的 我自己写 就是说转变的拿捏是这个案子最难的事情 转变的拿捏 因为他势必要改变 他要成熟成 我不想成熟 但是要变到哪里去 也不能让原来喜欢他的人不认识他 对 那也有希望能够扩散到还不认识他的人 所以那个拿捏到哪里 所以也是在最后才决定加这道菜 那虽然就是这张专辑听起来最开心的歌 但是我也是觉得他是录的最沮丧的一首 最沮丧的 没看过他在那边就是好像不会唱歌一样 我心里是真的这样想 跨过了就很好啊 对啊 佩茨从参加选秀节目到现在 十多年了嘛 你在舞台上面什么时候真正可以放松的去享受演唱这件事情 有一个moment我到现在都还蛮深刻 就是应该以前也有 可是我记性很差 但是可能会留在我心底的最近的一次是去年十月 那是legacy都市女生 是是是是 然后一样在接这个 这算什么合作案吧 但他毕竟有一个target 是 我也是跟老板说 我是都市女生吗 我会不会跟他们的调性不太像 魏如轩什么 自己就是自己在那边就是 不知道扭捏什么 然后后来其实是在 因为台北跟台中场两场 那时间隔开 台中场是第二场 我记得那些乐球老师们都是第一次合作 但是在台中场的时候 我有一首歌但我记不起来 我只记得我是在舞台上看着吉他手老师 然后倒退着走边唱歌 你自己倒退的走 对就是边唱边就是应该不是快歌 应该是情歌 然后可能因为因为那一次的企划我们其实就是觉得如果有机会可以唱到很多别人的歌一直想唱唱不到的歌 会是一个蛮好玩的尝试 我猜应该是在唱别人的歌之类的 然后我就 我其实当下有意外说哇 这Mess你敢这样哦 就是因为那个台就那么大 就是那个舞台 Life House舞台不会太大 然后我甚至看着一个等于正式合作是第二次的乐球老师 然后我是享受在那个音乐的Flow里面 然后往后走边走边甚至可能闭眼睛 就是我知道我在享受舞台了 可是以前我每次站上舞台的时候我都是我脑中都想的都是 嗯这首歌这个part我现在要呈现出什么样子 因为这样才能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完全都是理性在思考 然后也会自己先怕自己哪边没做好什么什么 就担忧放在前面 可是那个瞬间我真的我非常享受 嗯然后我期待自己这次在11月22号的那个台北TSCC的演唱会 嗯我想要跟音乐一起玩 是他不是一个人 但是嗯嗯我觉得这样子我也我可能也会有更多新的获得 嗯我没有这样试过啦 嗯嗯嗯对因为以前的我很不敢轻易松懈 是怕一旦松懈就就代表不认真跟做不好 嗯嗯OK的啦 陈君豪拧直达没问题 讲到君豪就想要我们第一次就是什么歌都还没确定啊 我们要进入一些试试demo这样试看要不要就君豪帮忙试嘛 嗯然后在聊天的时候是不是君豪就说他其实以前已经帮你跟你合作过了 我们没有真的合作那我们很久以前就认识 因为他之前有帮魏如云做一些 是你表演的时候他有帮你弹吗还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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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合作 我记得没有啊还是那是谁在录音室的时候是录音室吧 不是不是君豪说好像有有帮你弹到吉他还是什么之类的 反正之前有曾经 其实之前就因为我以为他们不认识 有交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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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这张专辑应该有的一个痛调 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后来不太喜欢专辑有太多制作的关系 因为可能守了一首歌就没了就没有再继续往下 或者我觉得像君豪也是因为我们第一次试了那些歌之后他才知道说 悠悠这个歌可以进来他在找什么歌进来 是是one thing leads to another 就慢慢慢慢这个结构就会浮现出来 那中间怎么去拿捏就是那个一串粽子要去抓那个绳子头 那是ANR要做的事情 这就是葛大的职责 麻烦事了你是不是先处理一下 其实不会麻烦啊我觉得习惯都还好 我觉得就是重点就是要了解艺人吧 因为我记得以前在研究所说不知道读哪个文献里面就写说 最好的ANR就是艺人自己 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把这句话当作就是我是个ANR 别人会听我的意见或什么但是我会先想那这个艺人是什么 然后他要什么 或是就算他很麻烦 或是他不知道他自己要什么 那我们都是一个辅助的角色 因为现在不是一个我给他一个角色给他一个人设 你就去演好了 我觉得说唱片好像不应该是那个样 确实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尤其像佩慈现在的人生阶段 越来越有主见 慢慢要 虽然我们在上一段节目讲到的歌手这个身份对你来说 是要把自己拿出来的 是要服务自己的嘛 所以所有的事情要朝这个方向去推进 那这么讲起来的话 作为ANR的葛大就是要把这个事情的轮廓描清楚 而不是从外面去套一个人设给你 刚才你也讲到在台上可以享受演唱这件事情 真的是蛮动人的 但是这是你从参加选秀比赛过了十多年 才好不容易有了这个瞬间的时刻 我太多时候都可能内在有一些留太久的坏习惯 就是不太容易肯定自己 那这个东西当它成为一个很底层的东西的时候 你去想事情很容易就是 我要做好哦 因为我觉得自己可能还不够好 那这东西它是一个 我觉得其实算是不好的循环 但往好处想就是那你就是 就是会很认真的去准备 那我认为其实接下来我自己现在的我 很享受自在跟学着放松 那好像随着这样的微调 我更看得清楚 其实我好像真的有不同的可能 你要跟你说声恭喜 真的吗 这是非常好非常重要的体会 刚讲到会倒抽一口冷气的歌 佩奇提到的是这首 对 叫做没有了 我们先听歌吧 这首歌是易杰奇作词 易杰奇跟五官言作曲 有陈建希制作的作品 也没有了 无意间天气也凉了 天空慢慢缩小了 而过去那些无奈牵扯 后来被迫搞一个段落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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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想你的时候 没有了 音乐的好像还有 音乐的好像还有 想骂自己够了没有 傻的 多难还是要过的 而是中路翻墨面线索 而是中路翻墨面线索 后来真能都摆在心头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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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想你的时候 每一次想你的时候 音乐的好像还有 音乐的好像还有 想把自己够了没有 想的 多难还是要过的 而始终无法墨面线索 后来只能都摆在心头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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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耳朵借我节目 我是马世芳 今天的来宾是曾佩慈 以及他这张新专辑的制作统筹 A&R格大为 刚才放到这首歌 没有了 佩慈一边听歌 一边跟我们说 跟陈建奇在录音室里面合作的时候 建奇 怎么样在他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之下 觉察到他一次一次唱的时候的情感 快要 慢慢快要到承受的临界点了 对 到当时是什么情况 应该就是这首歌 然后因为没有了的歌名很 我其实某种程度还蛮怕这种看似下结论的 其实我的 我怎么讲 我比较 我比较害怕一个 看似没有过程的结论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了省时间或什么 总之我的意思就是 没有了 他就是 是 只有一个结果 他就是一个结果 然后我就在想说 哇 这首歌 当然你要唱的很没有 就是这世界毁灭 不是说不难啦 可是他就是一个面向嘛 对 拜拜 大家拜拜 就这样玩完了 一切就没有了 是 可是我那时候就在想说 不行 我如果 我要不要唱没有了 点 点 因为对我来说是 我觉得这首歌 里面的歌词讲的 不管是画面感 或者是情绪 都是我年轻的时候谈恋爱 我每一段都是这样 没有了 我就觉得我会进到一个绝望里 可是成长之后 我会发现 以前觉得没有 不一定是真的没有 所以现在的我去唱它 我又 我既知道我必须达到那个没有的绝望 但是我又不想让 现在的我 认同这个 完全没有任何希望 所以我就有告诉 其实好像我还没跟建琪老师讲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这首歌最后的那七个没有了 我们就是可以唱出 你在感情里面甚至是甜蜜的 只是借由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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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嘴巴在唱 但是你的心里是在回忆的 就是跟建琪老师会有一种 会有一些不谋而合的 不能说默契啦 可是是非常有共识的 所以甚至在录音室里面我可能 我自己都还没说出口说 我可以休息一下吗 因为我觉得我再唱下一个take 我会不行 可能情感太投入 自己的心情觉得默默觉得 大概下一个take会 我快不行 会撑不住了 然后我还没开口 我可能只是唱到最后一句 然后建琪老师就说 好 佩慈休息一下 那他那个语气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以我的敏感 我就觉得他好像知道耶 就觉得天哪 是算命的还是什么 他当然知道 因为你在唱的时候 他听出来了 对 他听出来你投入的程度 跟心里面那个承担的那个重量 差不多到了 对 我觉得这个 有一种很被支持的感觉 蛮难得的 最后唱了七次 没有了 没有了 我大概懂你说 上台要唱这首歌 要倒抽一口冷气 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是一个 你之前的演唱 是关在录音室里 面对自己唱他 对 然后把他放到舞台上去 面对几千个人处理这个 当你想着分享的时候 他就 他就不在那个状态 可以的啦 可以的哦 还好有去演戏 还好有去演戏 我应该可以做到 不管台下这三千人 有时候要这样 要享受现场啊 享受当下啊 会 但是我们会有一些 特别的 以及演唱会导演 他自己就说 他想要挑战 听众的极限 挑战听众的极限 要做什么 等落规划 就是可能 看他们能够 听多久 不睡着 或是不去上厕所 这种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讲话方式啊 但是 他的意思就是 我们不用害怕说 因为这些歌 他的情感 这么的纯粹 我们可能 关起门来自己唱 试试看 对 可是那个怎么关门 当然是舞台的成见 当然当然 他是说 一般歌手可能会比较 害怕这样子的part 因为观众也不知道 怎么跟你反馈啊 是 可能会这样子尝试 听起来不错 他既然能够提出这样的画面 就欢迎大家来我的房间 跟内心 是是 是这样的 再说一次 11月22号 在TICC 对 好 今天跟佩慈 还有葛达聊这张唱片 刚才葛达跟我们分享了一些 做ANR 怎么去跟歌手一起建构出 这张专辑的世界观吧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 这个对你来说 最有趣的挑战是什么 其实君伟的歌 或者说他找的歌 其实都很有他自己的风格 那其实我觉得 我跟他聊天是很舒服的 去分享一些想象 让这首歌其实逝去 然后我听到Demo的时候 我们在录音室 我就说 君伟我一直 听这首歌的时候 我一直想到 那个巴黎我爱你的片尾曲 巴黎我爱你 We are all in the dance 就是那个感觉 所以我就在想 这个歌应该要变成 稍微大一点 而不是说 他就只是 好像只是在讲感情而已 他是有一种 对 流动的感觉 那我觉得 君伟是一个 非常善于倾听的 制作人 所以跟他工作 也是非常愉快 那你们之前就合作过 对 就是 但是那首歌 不是他制作 只是我之前 就唱过他的歌 这次张继炎君伟 在专辑里面 制作了两首歌 一首是我们现在 背景听到的诗曲 还有一首是 大风吹 当初也是张继炎君伟 自己的词曲 所以 你这次跟这几位制作人 合作 每个就都有自己的个性 他就是 就像葛大说的 因为他讲话也是轻轻的 然后很温柔 很无害 很无害 就是 而且他还会 他让我觉得空间非常大 就是 不是说其他老师 不给我空间 可是他基本上 他就是 因为歌是他写的嘛 对 我相信他一定有 他自己的想象 甚至他找了这些 创作者自己的故事 因为我在 我后来有看到 IG上逝去的作词 还有作曲者 有写出他在 他们写这首歌的时候 他的故事 是 对 我才发现 哦 这个背后的故事这么深啊 就是 他好像有生病 还是什么之类的 那 对我来说 张继炎君伟老师很像 他 他有点像 他有点像一片海洋 我想在上面怎么游都可以 可是 他 讲错了 海洋上的那个 浮板 因为他还是 他不会让我自己去那个 他不会让我游到 我真的太远 他还是会说 佩慈我们来试试看一个 比较正常 你会游的轨道 要不要这样 了解 浮板的绳子拉回来一点 对 因为在 逝去跟大风吹 我两首歌的情愫对象 的确 都不是我情感上的投射 我一个是 投射到亲情这一块 那逝去 其实对我来说 是一个我很喜欢的 我很喜欢三拍子的歌 我以前早期自己在写一些小品 我自己觉得很小品 都是三拍的 三拍子 写给我奶奶的也是三拍 所以本身他的曲式 我就非常想尝试 然后这个逝去又 又很 我这样讲逝去观众 听众可能会觉得是 Lost mind 但是他却是认识的是 有趣的去 对对对 所以就是 我觉得我的人生的 处事态度也走到了这一块 价值观不谋而合 但是去比较特别的是 我不用揉捏自己 我可以释放我的 就是好好的说出来 比较像一个 算是 那叫什么 叙事者 可是比如说你说 那个什么 大风吹到怎么能这样 那个我就 必须要把我的情感 塞进去这样子 OK 我们听这首歌 逝去 认识的是 有趣的去 作词人 饶慧斌 作曲人 吴正豪 然后由 游正豪编曲 张建俊卫制作的歌曲 制作不被 需要 想证明有爱 就不去 煎熬 才知道 十四年 天的圈套 我想我不需要 大声嚷嚷 没必要去 呼吁彼此都好 动作要比 失去更重要 倒别了之后 就愿调 就微笑 至今的拥有 失去 算掉 我想我没什么 骄傲 只不过 凡事都不爱 计较 少年里 爱又失去 老乡 的人间 孤独 早知道 早知道 至今的拥有 失去 放掉 失去 放掉 失去 失去 放掉 失去 放掉 伤去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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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跟 逝去 这首歌要连着听的是张建君 写的这首大风吹 哦 因为其实逝去可以用一种人生态度来处理它 你可以不用套尽事件 嗯 你可以把你的价值观说出来就好 对 可是大风吹其实它光是主歌的歌词 其实我觉得主歌的轮廓是很 应该说主歌讲的是 就是那个范围是很广的 嗯 你要讲工作 你要讲人生 你要讲感情 通 全部都通 嗯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呃 这几年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 当然他到副歌 呃 浓缩出来的亲爱的别流泪 没有谁会亏欠谁 嗯 甚至到最后其实 本来张建俊卫老师写的是再见了我的爱人亲人之类的事 然后我那时候就跟我忘记我们是共同讨论出来的还是什么 可是我本来格大叫我想最后一句 就是我想要改的在情愫对象可以再多一点 不要只局限在情感这样 是是 格大本来叫我自己想 我就说我真的想了 那我真的觉得我想的太 没有那么 不够 就是不够 然后那个我就跟格大说 我不行欸 你可以帮我想吧 然后他就改成再见了 我亲爱的 嗯 我觉得啊就这个 因为 因为对啊 你只要是你真爱过的人事物 一个玩偶什么 都是你亲爱的 是 那我就觉得跟主歌又呼应回去了 嗯 所以呃 当然这首歌在第一天录的时候 其实 我 诠释的角度的确是比较是 在 呃 比较情感的角度 嗯 那其实 第一天唱完回家 我会习惯性想说 那我第二天 能不能给出不一样东西 哦 不然我只是在照本宣科 嗯 我自己都会觉得 有点无聊这样 嗯 然后第二天我就 其实我就发现 其实主歌的歌词 讲的可以是我这 十年 十二年的 在职场遇到 清清澀澀的人 嗯 嗯 没有要很恶心的表达 但是我的确觉得 不论好的坏的 嗯 嗯 那我现在长成的样子是这样 嗯 那其实要感谢他们 嗯 嗯 然后 嗯 副歌就是 对我们现在听到这几句 对 我就是很感谢那些 好 已经离开我的亲人 哦 嗯 所以第二天我诠释比较多是 这样子 嗯 甚至 唱得更勇敢啦 是 可能没有那么 没有这首歌原本的委婉 但是 哦 是我想要表达的 我也蛮难得会有这种 呃 怎么讲 延伸的想象 哦 因为 它本来就是好听的歌 是 我知道我再去做更动 也是一种冒险 嗯 可是就是 也是蛮任性的 就是很想把它当成一个 给自己也好 或是给那些 我很珍惜的家人们 离开我的 嗯 的礼物吧 这任性很好 这是你的歌啊 是你要唱的歌 最后它属于你吗 对 是这样的 我们听听这首歌 大风吹 吹散了相爱的我们 可惜了这段缘分 幸福的 美好的 请你要记得 难过的 不必请忘了 亲爱的别流泪 没有谁会亏欠谁 有快乐 有心碎 我们都温馨无愧 好惧好惨 多珍贵 我会觉得 拥抱你的感觉 亲爱的 这些年 感谢有你在身边 有蓝天 有雨天 到不了的终点 那风吹 吹散了相爱的我们 可惜了这段缘分 再见了我 亲爱的 今天好像有机会 可以把整张专辑的歌 都放到 我们 对 在进入专辑的 最后收场重要的歌之前 现在先听一下 这是放在专辑 比较前面的歌 这首歌叫做 水深火热 这是由陈君豪制作的 有一首作品 由陈欣言作词 由林嘉谦作曲 嗯 我在水底 冰住呼吸 我心情动作很小心 怕淡脸的秘密 泛起涟漪 你像倾听牌的水平 使得我反应 害我坐在心虚 无所遁形 如果我把心情 浮出水面 和你面对面 这出席 会不会 等到完结篇 想你想到 一个人水深火热 爱你爱到 全世界水深火热 孤独中雨变成 雪蓝色 拖着我往下沉 牺牲 想你想到 一个人水深火热 爱你爱到 最近蛮多人都很喜欢的一个创作歌手 那这歌来的时候就 我就请信妍写一个就是 我有跟他讲说我希望是一个新的配词 就是刚开始 其实我也是在摸索期的时候 这样 对啊 那回来这个歌手就觉得好有趣 看到我就觉得就是这个 所以你跟信妍怎么说新的配词需要什么样的风格 什么样的走向 什么样的画面 我有请他做一下功课 然后我也有跟他讲天品座的个性跟习惯 所以我觉得内心戏跟小剧场可能是我跟他聊的时候的一些关键 哦 了解 果然是这样 不入使命哦 所以 其实你看从专辑的迷之音接到这一首歌 其实都是一个自己 对 内心在那边 对 自己在那边纠结对话 搞不就是忐忑 不确定 但是又另外一方有一种 一旦下定决心就不能回头的 对 那种预期 嗯 所以就会把这个阶段holdhold一下这样 对 是这样哦 有一个人顺身火热 爱你爱到全身 也顺身火热 孤独终于变成 谁能折 孤独无法 射射 其上 想你想到一个人顺身火热 爱你爱到不爱情从没有发生 很明了却 了觉得 很沸腾 水闪着 火热着 好 今天最后 当然要放这张专辑的收藏区 这也是配思自己的作品 Daddy Earth 哦 嗯 你干嘛那么惊讶 我们就剩这刷没播了 忘记了 对 你自己说 其实这首歌有个有趣的小插曲就是那时候在录音室唱的时候我可能唱了有几次就是太难过了 然后葛大学跟我说剑琪老师以为我爸爸是怎么了 剑琪前一天其实就因为我们在聊讨论编曲跟对然后剑琪就说可以问一下就是 剑琪的爸爸还在吗 后来我们就在录音室里面讨论其实就是真正的挂念其实是 嗯 是 那个揪心其实应该是理性的 而不是去放出来的 所以那个放出来才会觉得说 嗯 好像变成缅怀 但是其实不是 那个重视应该是 嗯 互相牵 牵引着牵制着的 嗯 所以就比较熟一点 OK 一般来说 妇女关系 嗯 是比 比较倾向于 呃 甜蜜的或溺爱的 或者包容的 就是同性的亲子关系通常比较会紧张 对 其实对我正想要讲这一块是因为 呃 这首歌第一次主歌 嗯 呃 我心里一直知道 因为那个挑高的鼻子上那一副骄傲 就是我爸的眼镜嘛 但是我想说对他最 让我觉得最帅的时刻就是我爸手轻拂眼镜 把眼镜拂回正 哦 米粮的 刚好卡卡好的那个位置 OK 然后我像海平面的鱼看着飞鸟 是因为我小时候矮啊 我爸爸很高 嗯 所以我把小时候画面都写进歌里 是 嗯 我唱不出来 唱不出来 我在录音室里面 我找不到那个让我不觉得装可爱 可是却是有童真的那个声音 哦 找了非常久 哦 哦 那我自己心里也知道说其实 依我的想象 开歌的那个 那个质朴感 那个 那个小时候的那个 嗯 你说那个画面也好 那个气味也好 应该要 对我来说 我也是希望他在开歌就存在 嗯 那我唱不出来 嗯 然后 也是 剑琪老师一直 算是 引导我吧 嗯 我才 找到了一个 刚刚葛达讲的那种 其实 因为很理所当然的 你会以现在的自己 嗯 写歌的自己的心情 嗯 你一旦把真心套进去 那个声音就很难回到小时候 嗯 所以我等于在录音室里面 我要重新崇拜我爸一次 哦 可是对我来说是有点 我很爱他 哦 那 其实他对我来说距离相对是远的 哦 因为我们家是传统家庭 是 那 就像爸爸现在在外地工作 哦 其实我跟我妈妈会比较 close 嗯 可是 我觉得 嗯 就像 如果你要觉得一件事情没有了 嗯 他就是没有了 嗯 可是 如果你要做不同的选择跟想象 嗯 都是会有转机的 嗯 就是 在这几年我们的家庭关系 不是说以前不好啦 嗯 我觉得以前真的是比较 没有在流动 是 那个那个互相的 要怎么讲 嗯 关心相处 是 真的相敬如宾 哦 我跟我们家的小孩跟父母的关系是这样 了解就客客气气的这样 哦 然后也不知道彼此发生什么 哦 哦 就现在非常非常好 然后跟爸爸妈妈 嗯 你愿意给他们愿意收 是是 再给回来的时候 是 整个就很不一样 嗯 嗯 所以 嗯 反正我只是想跟所有的 好啦 这样讲太伟大 但我觉得所有传统家庭的男子们 嗯 嗯 都很辛苦 是 可是 其实你们可以脆弱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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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想跟我爸讲的话 女儿打开父亲冰封的心是比较容易的 哈哈 对啊 我勒 跟他要一个拥抱 哦 都不太敢 是吗 对 现在敢了 现在敢了 他也愿意给你 他愿意啊 那就很好啊 总要有开始吗 对 哈哈 你爸听了这首歌了 妈 他现在就是 他就是 每一次从外地回来 你就会觉得他越来越做自己 哦 我觉得以前爸爸在我们面前 都会跟一个样子 哦 现在他就是 也会开玩笑啊 比如说他跟我妈妈 前两天 他们要去夜市买东西 那他就在群组里说 来 开放报名 谁谁谁要点什么 把那个写出来 就是很像你在跟朋友聊天 了解 对 长辈图也越来越少 就对 真的很像朋友 我很珍惜 嗯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跟爸爸能当朋友是非常好的恩典 应该是有收到我的这些心意吧 OK 对 他一定听过这首歌 他就偷偷哭啊 偷偷哭哦 偷偷哭 在那个 也是Legacy 在台北场的时候 哦 好 男人的眼泪很珍贵 妈妈跟我讲 妈妈跟你讲 这都是good sign 对啊 好啦 今天很多 很多很多值得恭喜的事情 包括这个 有时候越是亲近的人越不容易 对 对啊 最不能走出去 也是要说恭喜 那么今天就一首 佩慈创作的 Daddy Is 作为我们的结束曲 今天要特别特别 谢谢葛大陪着佩慈一块来 对 很开心可以分享 对啊 对啊 我们一定还有很多机会 还有很多 对对 还会再见面 对 再聊 好 然后也要跟佩慈说恭喜 再说一次11月22号TSC演唱会 还剩一点点的票 要抢赶快抢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耳朵借我 我是马世芳 我们就下回再见咯 拜拜 谢谢 你的手我抓牢 再也不想轻易放掉 不怕生命的 弯路我轻握 我一定陪你 度过所有节目 我一定给你 最温暖的 拥抱 我一定给你